那么准备要新建住宅的工地发生了争议 这是位于新兴区的一处施工的建地 他们就被附近的居民指控占用巷道的道路 里长就表示 如果建商依照目前的建筑线来建造的话 恐怕会阻碍到行人还有车辆的进出 那么就会有公共安全上的疑虑了 不过建商也拿出他们的土地负账的成果图 表示一切都是按照合法的程序 在进行没有侵占土地的行为 来到位于新兴区民生一路339项 这里有处为数不小的施工建地 透过围林你可以发现 原本道路边的水沟被挖开了 就连工友路灯也涵盖在土地施工范围内 据附近里长表示 该巷弄已经通行了30多年 如果建商依目前建筑线建造 消防车进不来 恐怕有公共安全的疑虑 我们这个339项 原来是一条继承的道路 最近因为建商 他来要盖集合住宅 然后他说他这个道路 有三分之一是他的 然后他的地下室的施工 就要到路面来 但是在施工当中 我们的里面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说要用完之后 将来这条路就变成一条无路用的路 连消防车可能都不能进来 不过建商也拿出土地附账成果图 表示施工范围是依照都市计划的道路所划分 一切按照程序处理 并没有侵占土地之嫌 我们合法申请限述线来指定了 我们合法申请地震来间接了 路边宅是他们当初都市计划 有去考虑的 不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考虑的 我们只管我们这边的问题而已 他们这边如果他们真的是推出来了 这个政府单位要去处理的 我们不能叫人家说 你要退过去 而且他们的房子也没有盖出来 只是我们的路的路源水沟 跟我们的路源石 当初做的时候 有往这边偏过来而已 针对该建地范围到底如何划分 里长也表示这礼拜五将召开礼民大会 并邀请政府相关单位进行协调 希望能与建商达成共识 互相配合 港都新闻萧红和吴雅亭采访报道